你知道在亚马逊河流里钓鱼究竟有多上岭吗? 钓上来的鱼都是非常稀缺 体重也非常不错 一次下钓就能收获满满 为了钓到森林深处河里的粘鱼 必须翻越崎岖不平的山丘泥路 就算是山地摩托车也难以征服的道路 施华是下雨后山路最大的缺点 只能通过兄弟辅助推车才能勉强通过 而下坡的路段就显得比较容易 家族游门为下一个上坡做好准备 为了到达森林深处的河流 要徒步行走在山林之间的小路 带上各种钓鱼所需要的装备 途中树枝茂盛经常挡住他们的去路 还要跨越小溪之间的独木桥 森林深处的蛇虫鼠蚁是他们最大的障碍 很快他们来到了森林深处的河流里 不一会儿他的兄弟从河里钓上了一条鲶鱼 这种鲶鱼的皮肤颜色非常怪异 有个霸气的名字叫鸭嘴虎温年 另外一位兄弟也在河里钓起了鱼 通过鱼绳的抽动 很明显这位兄弟已经中鱼了 河里的鱼为了挣脱鱼钩不断地在河里挣扎 鱼线不断地收回 鱼儿只能不断地向上逃窜 兄弟直接将它拖到岸上 另外一位兄弟也向刚才中鱼的地方抛干 小兄弟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随后两位兄弟选择了另外一处流域下吊 等待了几分钟后 站在树根上的兄弟已经感受到鱼线传递上来的拉力 迅速地抽动鱼线 被鱼勾勾住的鱼只能在河里翻滚拍打着水面 做出无谓的反抗 在小哥强有力的手臂拉扯下 河里的鱼只能乖乖地被降服 为了能将鱼搞上岸 兄弟在工具箱里拿来了控鱼器 河里的鱼不断甩动尾巴 只能在原地旋转打转 不断地挣扎 连控鱼器也很难夹住他的嘴巴 但最终还是被小哥夹住了下满 将其拖到岸上 控鱼器还可以对鱼进行称重 刻度尺上显示8公斤有鱼 这鲶鱼足足有16斤 体型算是非常大 头部扁平 背部有明显的黑色虎纹 而且尾巴有大量的黑斑 这种鲶鱼栖息于热带淡水的河床 以及河口的半咸水环境 此时小哥脸上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为了再次确定这条鱼的重量 还特意看了一下颗肚尺 已经到达了第8个有鱼 小哥为了显摆今天的成果 还在河里溜起刚才钓到的鱼 显摆过后 很快就在河里钓起了鱼 鱼竿不断地抽动 也弯出了弧形 此时河里的鱼也浮出了水面 另外一位兄弟也在独木桥里钓到了鱼 经过一番的下吊后 为了填饱肚子拿好所有的工具和鱼 去到适合露营煮饭的地点 很快他们吃上了咖喱鸡饭 吃饱喝足继续在河里钓鱼 这里的树枝树叶非常多 很容易将鱼线纠缠在一起 将上钓的鱼拖上岸也并不容易 此时水下的鱼已经拖到了前面 小哥溜鱼的技术还是挺不错的 从鱼的体型轮廓 可以猜出这条鱼是一条食人鲲 溜了几分钟后 食人鲲的体力明显下降 小哥直接通过鱼线将鱼拖了上来 利用空鱼器将食人鲲嘴巴上的鱼钩取下来 胡子哥也显摆一下 今天收获到一条价值不菲的食人鲲 还看了一下尺度 尺度显示三公斤 随后来到了另外一位兄弟的钓点 很明显 他又钓到了一条虎文鸭嘴棉 这条比刚才那条要小上许多 单手就能随意举起 为了到达对面的钓点 沿着河里的枯木走了过去 但在这里钓鱼并不是一件明智的选择 鱼钓很容易勾到河里的枯木 很明显他的鱼钩已经脱钩了 随后他们来到了另外一位兄弟的钓点 此时兄弟正在将上钩的鱼拖上来 而鱼钩却勾住鲰鱼的背部 竟然有这种操作 他们重新选择在湍急河流回旋下方的区域下钓 在这片区域必定有过 经过一轮的下钓 终于钓上了一条不大不小的鲰鱼 他们重新回到刚才露营做美食的地方 准备煮点鱼肉作为下午茶 还带上了一个微型煤气槽 露营钓鱼做美食等工具样样俱全 吃饱喝足后继续在河里钓鱼 这里可以说是路亚的天堂 在这里钓鱼几分钟就能上大火 鱼线不断地收回 下方的鱼也不断地翻滚起来 收回鱼线的过程中 避免鱼线跟树枝纠缠在一起 为了将鱼搞上来兄弟 去工具箱里拿来钳子 此时河里的鱼已经拖到岸上 经过他们一轮的操作 将鱼控制住 胡子哥为了展现出这条鱼的大小 直接单手拿起来进行合照对比 刻度尺显示 这条鱼足足有20斤 小哥也不甘示弱 和鲰鱼来的大合照 随后便开始打到回府 为了展现今天收获到的渔火 他们从河里放养的几条鱼拿了上来 这种体型庞大的鸭嘴虎纹黏 只有在亚马逊河流里 才会孕育出这般体型怪异的鲰鱼 胡子哥对食人昌的肉质非常感冒 随后 他们收拾东西扛着鱼就回去 好了 视频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让世界更精彩